折磨对你的人,哪怕跟你有血缘关系,也要狠心远离,爱就像是水,太多了也会淹没一切,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伤害。 邦达列夫说,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,都源于缺乏边界感。 人和人之间,哪怕有血缘关系,也要保持分寸感,爱得有界限,若是爱给的太多,又或者,给予爱的方式不对,便会阻碍一个人的成长。 这折磨对你的人,哪怕跟你有血缘关系,也要狠心远离,你身边有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不希望你过得好的人,有人认为。 人最大的劣根性,莫过于不希望别人过得好,无论是外人,还是朋友,亦或是亲人,像这种不希望别人过得好的情况,其实时常发生。 也许,见不得人好的心理,只会随着物质社会的发展,而愈发变得严重起来。 现如今,每个人都以钱负为主,满脑子都是金钱利益,那他们又能有什么感情呢? 看到朋友赚了十万,自己赚了五万,自己就不希望朋友过得好。 看到亲戚开豪车,自己还开着面包车,自己就不希望亲戚过得好。 其实,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。 别人做什么,拥有什么,跟我们毫无关系,而我们做什么,拥有什么,也跟别人毫无关系,那为什么我们还见不得人好呢? 一句话就能概括,人之攀比和极度之心,往往超出了我们的想象,勾心斗角,把家庭当成利益场所。 吴阳最近才跟他的两个弟弟断了来往,原因无他,不过是受够了跟两个弟弟之间的勾心斗角。 他是个勤快人,这些年来一直做小生意,为人厚道,加上人品靠得住,生意越做越大。 发达了之后,他也没忘了自己两个还在农村的弟弟,可自从弟弟掺和了他的生意之后,他就在没有了安宁的日子。 无论他说多少次,两个弟弟总是不时常,总让别人诟病,在外面不让人省心,在家里也同样如此。 两位弟弟对吴阳处处提防,生怕吴阳留一手,少了他们的钱。 后来,外面关于吴阳在外面有人的谣言传了出来,吴阳这才知道,两位弟弟在外面传自己的闲话,而原因是,极度吴阳,想抢占吴阳的市场,本想着带两个弟弟一起赚钱。 没想到却被两个弟弟如此坑害,吴阳怒了,彻底跟两位弟弟划清了界限,无论是金钱还是名利,极度心。 潘比心,都是破坏兄弟姐妹感情的原因,在看清这些人的嘴脸时,就尽快远离吧,这样的关系早已经变质,这样的兄弟姐妹没有野霸,势力的人,在我们的生活中,总有一些人很势力,看到你穷就打击你,哪怕你帮了他们的忙,他们也不会感恩戴德,只认为你做的这些事是应该的。 这种人没有一点感恩之心,像一个吸血虫一样,去啃食你们的善意,面对富有的人,则会屈言覆试,甚至会做出违背良心之事,这样的人,可以口是心非,也可以是非不分,为了能得到好处。 他们可以做出不道德的事,不管是亲戚之间,还是朋友之间,身边一旦有了这种人,就要断了联系,你始终不会知道。 他们在背地里,做了哪些伤害你的事情,在我身边,也有这样的亲戚,在你穷的时候,就在背后抹黑你,当你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时,就找你帮忙,当你有事找他们的时候,就找很多借口说自己没时间,说白了,就是没把你当回事,一个把你当回事,真心善待你的人,会把你对他们的好记在心里,等你有需要的时候,则义不容辞地帮助你,所以呢, 遇到这些事例的人,就不要联系了,能少打交道,就少打交道,日子才会顺遂,到处煽风点火的人,江湖,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是非和矛盾,而制造这些矛盾和是非的,并非是谁,而是人,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,就一定会有是非,有些人不爱惹事,也不会伤人, 那他们制造的是非就不会多,当然,往往是这些不爱惹事的人,才会被小人盯上,成为了软绵羊,那些喜欢惹事的小人,不是今天在你面前煽风点火,就是明天在别人面前挑拨离间,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, 让人感到恶心,这一点,我们只要看看亲戚这个群体就可以了,在亲戚圈当中,往往有这么一些亲戚,喜欢到处说别人的坏话,编排别人的是非,还会把你牵涉到其中,反正他们就像是脚屎棍,能把一切关系都搅得浑浊不堪, 对于习惯制造是非矛盾的人,能远离就远离,不然会惹火烧身,背后抹黑你的人,有的人总习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,看到别人过得不好,心里就洋洋得意,他们喜欢在别人面前抹黑你,去议论你的是非, 散播你的谣言,让别人对你产生误解,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麻烦,遇到这样的人,万万不可深交,对于他背后抹黑你的话, 你可能不知道,当你知道后,你可以为自己去辩解,首先不要把别人说的话放在心里,人都无法阻止别人去说什么, 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,你若是放在心里,对方就会把你当成软柿子,看你承受不住,受到了对方的伤害, 自然就不会放过你,继续在你背后抹黑你,你只有不当回事,别人的言语也不会伤害到你, 所以呢,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,有人对你没有好的态度,就没必要去找他们了, 多跟善待你的人来往,余生自然多欢乐,把你当提款机的人,网络上有这么一句话, 是人匆匆忙忙,只为碎银几两,可偏偏是这碎银几两,能解人万般惆怅, 钱,就像是一种信仰,明刻在我们的头脑当中,无论我们做什么,都离不开一个字,那就是这庸俗的钱财, 当然,赚钱,本就是生存之道,但是,有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,那就是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, 不择手段赚钱,要不得,把别人当成提款机,无视别人的付出,要不得,只希望自己得意,而别人吃亏,更要不得。 对于我们来说,我们没必要把别人当成提款机,同时,我们也不能成为别人的提款机,守住做人的底线, 还要有防备之心,这才是为人处事的硬道理,与朋友交,交的是真心,也交的是相互交换的利益, 如果只剩下不劳而获,那不妨好聚好散,江湖再见,仅此而已,十分冷漠,没有丝毫人情味, 哪怕是朋友之间,如果有需要帮助的地方,我们也会伸出援助之手,更不要说是亲兄弟姐妹之间。 可有些人却十分冷漠,即便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有事急需帮助,他们也会首先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, 而不顾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,周寻在上班的时候突然晕倒,到医院一检查,才滋生了大病, 他的妻子到处借钱,想尽量看病治病,平日里周寻脾气很好,为人和善,人员也不错, 一听说他生病,都来给他送钱表示心意,虽然不多,却也能解燃眉之急, 可周寻的两位姐姐,在这个时候却躲得远远的,没来看过周寻一次,周寻自问,平日里对两位姐姐很好,平日里也都会买东西去看她们。 他不知道为什么,平日里还对他嘘寒问暖的姐姐,如今却如此冷淡,难道在金钱下,在利益下,亲情也会变质吗? 在周寻心里曾想,即便两位姐姐不宽裕,没有钱借给他,来看看他也好,可如今竟然连这一点都是奢望, 或许是父母早逝,让这段兄弟姐妹的情分变得淡薄,总之,从这件事情之后,周寻也想开了,什么姐弟亲情,过好自己的日子比什么都强, 不管他能不能好起来,今后都不会跟两位姐姐来往了, 他们不配,不是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值得尊重,也不是所有感情都会如我们想象般温暖。 有些人,哪怕有血缘关系,都只会给你带来伤害,让你绝望,面对这样的兄弟姐妹,唯有远离和断交, 我们这一生重要的事情那么多,何必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,我们要时刻记着,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人, 把温暖留给爱我们的人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